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台北的第八场演出 再次缔造爆满票房 而首次观看神韵的央广总台长赖翔卫跟作家王学敏 除了赞叹表演精彩 而对于节目当中呈现了中国大陆的人权现况 感到震撼 第一次看神韵演出的央广总台长赖翔卫 对舞蹈节目结合动态天幕的表现印象深刻 非常有意思的部分就是 之前没有预料到它是动画科技跟人文表演的结合 孙悟空三打白骨筋这个部分 我就觉得把动画结合得非常好 这是一场很不一样的表演 因为我并没有期待到会看到现代一版的演出 我以为都是中国的传统舞蹈 善的力量啊 还有最后念一幕我觉得都蛮震撼的 多次耳闻神韵晚会的诗人跟作家王学敏 第一次看神韵 相当赞扬神韵艺术团复兴中华文化的努力 也对目前中国大陆的人权现况感到震撼 我不懂为什么中国大陆会禁止法轮功这样的团体 我不懂 但是我觉得只要是不危害别人嘛 我觉得很好啊 大家各自练自己的功 各自修自己的法 我觉得很好啊 神韵艺术团连续九年在全世界巡回演出广受好评 杨广总台长赖翔卫表示 全世界包括中国大陆的民众 有机会都应该亲自感受 演员这么认真的表演 有这样好的演出 那其实大陆的同胞们也可以来看看这样的表演 新唐人雅带电视 曾义豪姚汉宇 台湾台北报道